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洛克克风格的建筑外观 蕴含白 蓝绿 金色等不同色彩 建筑立面上精致细腻的雕刻 装饰 在天华丽是绝效果 东宫整体建筑群 包含多道建筑当中的隐士族行 以往是凯撒林大帝 存放其收藏品之处 有鉴于收藏品数量增加 再加上后代君王的收藏品 1852年 设为博物馆并开放参观 目前 隐士鲁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大的博物馆 也是于法国罗福宫 英国大英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世界知名博物馆比肩的博物馆 馆内的馆藏量丰富多元 收藏品涵盖从时期时 带至现代不同时期 进入隐士鲁博物馆 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楚楚洋溢华丽宫典气息 闪亮水晶雕灯 精细雕塑品 高艺术性的艺术画作 以及天花板 墙面 囊柱 地面等随处 可见的华丽浮雕 雕刻 看得人眼花缭乱 同时感受宫殿的华丽 博物馆内收藏品多不胜数 就算是走马看花浏览 也约需三 四个小时 如果参观时间有限 建议可先浏览重要的馆藏品 如拉菲尔圣母子 圣家族画作 达文西不如圣母 百诺老的圣母画作 米开朗基罗卷服的男孩雕刻 林布兰浪子回头画作等 欣赏大师门的杰作 东宫参访一番极浏览众多艺术作品 不仅视觉饗宴丰富 知性收获益是满满 东宫新日是俄国沙皇皇宫 现今又名为隐世 卢博物馆 从他宏伟又华丽的建筑外观 不难领略他往昔身为皇宫的风采 记者装饰贤设 进入隐世 卢博物馆 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楚楚洋溢华丽宫变气息 记者装饰贤设 隐世卢博物馆 可说 使圣里德宝为最具知名度于人气的景点 馆内尝试挤满人群 记者装饰贤设 隐世卢博物馆内 有拉斐尔 达文西 米开朗基罗等许多知名大师的艺术作品 记者装饰贤设